Hello 台灣的朋友吳安 跟你們分享一下 今天很有趣 有一個很久沒有聯絡的香港朋友 我跟她的關係非常緊密 就是跟她幾乎我跟她是一樣的 基因 對 基因都一樣 對對對 所以我非常愛她 但是我有我自己跟她溝通的方法 因為我們都是用姐姐溝通的 我們有心電感應 我想一想她就知道我在想什麼 還是她想一想我就感受了 今天她心情不好 今天她心情不好 今天她心情都不好 每一天都心情 然後我就今天心情好好 沒有啦 分享一下 很有趣的經驗 所以我就拍一些影片 就跟你們台灣的朋友分享 也跟我香港的朋友分享 有一個很有趣的事情 昨天跟一個台灣的朋友台中 我第一個在台中認識的朋友 我們在吃飯的時候聊天 他說 你們在香港移民過來不容易 很辛苦 我說不對 是非常容易 他說 為什麼 如果你覺得你的人生不容易 就很不容易 本來很容易 你覺得不容易 我已經有幾個白衣的薪假 有連錯了 身價 對 我有很多錢 但不容易 錢那麼多 非常痛苦 有人是這樣子 很有錢 都不容易 他是自己選的 我尊重他 但是我選 容易 簡單 輕鬆 已經過來了 怎麼會不容易 然後 要在這裡做生意 不容易啊 怎麼不容易 容易 對嗎 然後 不要介意 我昨天的朋友 如果你看見的話 我跟台灣 香港的朋友分享 我跟你的聊天 因為我現在在腦袋 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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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是外面的事情 最重要是裡面 你這個按鈕在裡面 人家要讓你不開心 是人家的事情 對嗎 要發生的事情 就是一定會發生的 就是外面的事情 裡面是可以控制的 我的按鈕 我要今天開心還是不開心 自己可以選的 對嗎 最重要的事情 不要勉強 今天開心就今天開心咯 現在開心就現在開心咯 下一刻開不開心 就下一刻再說咯 明天開不開心 就明天再說咯 明天哪個 哪一個我 已經不是今天的我了 對嗎 我就 只可以管今天 這一刻 這一秒的我 對嗎 祝你們都 輕鬆自在 對嗎 拜拜咯